我就是唐市政者 唐寶寶面對鏡頭 介紹唐市政原理 表達想成為正常人的心願 這是公益團體推廣教育拍攝的影片 希望民眾捐款 沒想到愛心因此遭到濫用 詐騙集團盯上捐款人 受到影響的公益團體 捐款量下降將近兩成 電機房都是電腦設備 這裡提供嫌犯申請大量假帳號 轉賣詐騙集團 一格一格的小抽屜 放著申辦帳號的SIM卡 這是刑事局破獲的新型態洗錢手法 羅姓主賢找來張姓共犯 申辦大量俠皮帳號 轉賣給中國的詐騙集團 再由對方駭入公益團體 網站的捐款人各資 電話連絡對方強調 預設扣款設定錯誤 請他們更改實體ATM匯款 或是從蝦皮以虛擬帳號交易 製造金流斷點 詐騙案例遍及45個公益團體 造成188人受害 3400多萬財產損失 其中單一受害金額就高達506萬元 被害人去匯款到一個蝦皮的錢包 然後從蝦皮錢包裡面 去購買一個虛擬貨幣進行洗錢 警方提醒來電號碼出現加號 就是遭到境外篡改偽裝 一旦接到來電得提高警覺 唐市基金會 然後大甲媽 然後玉神基金會等 那目前我們統計的資料是有45家 刑事局收網逮捕50名詐騙嫌犯 公益平台也趕緊修復網路資安漏洞 避免境外詐騙繼續違非作歹 今新聞劉沛亞公雅麥採訪報導